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1916集 我跨不过那个吊桥 所以自然而然的 也没有从大庚村里面查到什么消息 我把这个情况汇报给风筝 风筝大骂我是一个废物 他让我从村民身上了解禁地情况 尤其是村长 如果村民不肯配合 就让我对村民们下杀手 我实在没有想到 他居然如此的丧心病狂 亏他还是联合会里面的人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我发现我是掉进了坑里 我回去以后 也询问过村长村民 有关于禁地里面的情况 可他们都说不清楚 连我都过不了那个吊桥 那些个普通人 他们又能知道什么呀 所以我也没有为难他们 到最后只能是无功而返了 大庚村的村民也的确是不知道太多的 关于禁地里面的消息 张帆第二次去的时候 姚村长主动地帮助张帆探查禁地情况 姚村长倒是了解一些 我无功而返之后 风筝大骂了我一顿 倒是也并没有对我有什么实质性的处罚 我左思右想 觉得我和风筝不是一路人 不想离开他 毕竟我不愿意做那种草菅人命的事 我从他那里拿了很多龙须草 可是一直也没有帮他做过什么事 心里面多少有些愧疚 即便是我离开 我也想和风筝说清楚 而且如果是某些不为我底线的事情 我也是愿意帮他办的 所以我就跑去找他了 我刚刚跟他说完我的想法 他就满脸尖笑地跟我说 我可以走 除非是我不要命了 最后我才知道 他之前给我的那些个龙须草 都沾了慢性毒药 而且那些个毒药 都已经侵入我的躯体 只有继续服用他给我的药物 我才可以保住性命 所以我就只好继续留下 听命于他了 张凡听后点头 他第一次见男子面的时候 并且留意到男子的面相 他的印堂位置 凝聚了一团 不算是太过浓郁的黑气 这不 这次又让我来 东兴村的苗族部落里面 给他们族人下骨 而且这次临分别的时候 他还专门跟我说 如果我故意推脱 不实心实意的完成任务 等回去以后 我就别想在中他的手里 获得任何的一颗解药 所以 我内心虽然是千般不忍 但是依旧对那个孩子下了手 说到这里 那年轻男子 重重地叹息了一声 唉 即便你们今天没有杀我 可在那毒药作用下 我最多也就只能在乎我一年了 我现在已经对于未来有了预知 反倒也感觉没那么怕死了 我这心里面 反倒是轻松了不少 他话音落下 范明丽说道 那这么说来 你还是一个从来没有杀过人的好人了 唉 如果那个孩子没有死啊 那我还真就算是 从来没有杀过人呢 他的确没有杀过人 这时候 张凡把话接了过来 这是张凡从对方的脸上看出来的 这也是张凡 没有对年轻男子下杀手的原因了 我一共就帮风筝办过这么两件事 而且啊 都给办砸了 你知道风筝让你杀苗族人 要他们的尸体 是有什么目的吗 不知道 他一共让我用古毒杀死 十个东兴村的苗族人 然后把尸体运去大庚村 壮族部落那些个死者 都也已经被运去大庚村了 我感觉他要这些个尸体 应该和大庚村的禁地有什么关系 张凡微微点头 他也是这样的感觉 不然的话 风筝没有必要把那些个尸体 全都搬去大庚村呢 在大庚村那边 有没有风筝的人住手啊 我来这里之前 先跑了一趟大庚村 找到了埋葬壮族部落尸体的地方 为我将来埋苗族人的尸体 做好准备 埋尸地在一片树林里面 风筝并没有派人住手 如果派人跑去住手 反倒容易被别人怀疑 我上次去那里 路还非常的不好走 就连车都进不去 只能步行上山 而这次去以后发现 村落里面的面貌 大大改善了 不仅有宽敞笔直的马路 村里面还多了学校 村委会里面 还添了不少的健身器材 也不知道啊 是哪位好心人做的这事 张帆笑了笑 那些个钱 都是张帆交给姚村长的 忽然间 张帆想到了一个问题 他问道 东兴村的苗族部落里面 有实力超过你的强者 你不能进村动手 风筝就没有让你 到别的苗族部落里面去看看吗 没有 我失败以后 也跟风筝提过这个建议 但是被他给回绝了 他说 只有东兴村这两个部落的人的尸体 才符合他的要求 张帆面带思索 看了眼年轻男子 看来这两个部落 跟大耕村的确有些联系 当有时间的时候 一定要好好地询问一下 东兴村的两个村长 对了 这三年时间里 我发现风筝总是会服用一些药物 他应该是有病 不过具体是什么病 我就不清楚了 其他的有关于风筝的情况 那我就不清楚了 张帆点点头 忽然又说 其实 风筝并没有让我们杀你 一听这话 年轻男子再次懵了 什么 那 那你们 我们是骗你的 张帆十分坦诚地回答 年轻男子 平复了一下心神 而后试探性地问 我当着你们的面 指责了风筝 也表达了我的不满 你们现在 是不是要杀我了 他也表达了 对于风筝的不满 张帆指了指范明利 范明利说道 我跟你的境遇差不多 风筝以你的性命相要挟 让你帮他办事 可他用我的家人性命 想要挟 让我帮他办事 哦 那风筝又是以什么东西 来要挟这位小先生啊 我不是他的手下 是平山市灵异部门的警察 原来是平山灵异部门的警察 那也就是说 无论是灵姐还是范大哥 都已经叛变了风筝 投靠了您 此刻的年轻男子 终于是彻底的 明白了过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